來了馬尼拉的第五天 今天終於要離開了 欸讚 是東京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欸我們現在人在菲律賓馬尼拉的馬卡提 這是我這幾天住的飯店 其實每一次來基本上也是住這邊 主要活動的區域在馬卡提的話 就會住這一間叫紅色星球 這個到處都有連鎖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房間的大小大概是這樣 其實如果是兩個人來住也 我覺得是也還OK啦 然後廁所 那它現在因為很多飯店要訴求環保 它都不提供這些盥洗的東西 所以來的時候也要自己帶這些東西 就算沒帶 樓下也有便利商店7 也非常方便 這種飯店呢 一天大概九百塊一千塊上下台幣 所以CP值還蠻高 雖然不是什麼高級的飯店 但是五丈俱全 那我今天就是要從馬尼拉 北冰直接到東京去 那這一次來的這五天呢 收穫滿滿 那下一站去東京 主要也是介紹當地的一些房地產 或者是一些房子二手房的資訊給大家 那如果說對於我們海外房產有興趣的可以加入我們海外房產的討論群 各個區域有各個區域的討論群 那一起來分享資訊 特別是我們這一次去東京是住民宿 那我特別有跟民宿業者的老闆 這個管理公司也是個台灣人 提到我們介紹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房地產 那有一些朋友對於這個民宿或日租套房的需求是有的 除了要去住可以上網怎麼訂 可以幫他推薦以外 那要買了這邊的房子 之後買了這邊的房子 我們不想要做長租或者是我沒有要自住 我是要做這個Airbnb或者是民宿日租套房 有沒有辦法管理 那這一次去剛好就可以談一下有沒有機會可以推薦給大家 我今天在東京住的就是他們的民宿 所以如果說對於東京這邊的民宿有興趣 民宿管理來投資民宿有興趣的也可以看到最後看他們的管理 那我們之後會分享很多東京的物件 有興趣的記得關注跟訂閱 我們就出發 坐著滑手機 躺著滑手機 蹲著滑手機 腰痠背痛 你是有跟我一樣的困擾呢 推薦大家這台 德國藍寶無線監禁按摩器 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 啟動後就可以開始紓壓了 濕源多種模式以及兩段溫度調整 無線設計讓你走到哪 按到哪 為了家庭的和諧買一台送給老婆吧 Check out完了 那我們就先找個地方喝的咖啡 等一下再去機場 好 那這個飯店的 剛剛有講啦 這個飯店 下面都有Seven 所以你什麼東西沒帶 就可以直接 直接在下面買 每次要去轉咖啡機之前我都會在附近這一家咖啡 這是這邊很多連鎖的咖啡店 來了 坐在這邊喝咖啡 外面的街景 看著人來人往 然後我點了一個中冰美 再加上一個 這個算是喜事捲 總共240塊幣 就完了 直接到等車的地方 到了 那我們現在在這裡是馬尼拉國際機場的第一航廈 這個是比較舊的航廈 所以我要找一下 因為比較少來這一個 那我找到了我的 Check-in櫃台 這是叫 Yeah,Jip Air Yeah Can carry Yeah Check-in好了齁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通關 那這個Zip Air是一個新的航空公司 是日航JAL的廉價航空 那一樣是沒有含行李的 那飛機是大飛機 所以因為到東京 馬尼拉到東京要坐4個多小時 所以我想說選大飛機 坐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它通關在裡面 通關了通關了 現在進到這個免稅店的區域 那菲律賓的免稅店還是比較貴 所以應該沒有什麼好買的 那T1就是比較多這種 國際航空公司 像華航長榮 還有菲律賓的國家航空 他們都是在T1 我們一般常來這邊都是坐亞航 亞航是連架航空 所以大部分都是坐到T3 第三航廈 那邊菲律賓人會比較多 這邊會比較多外國人 這是大飛機 大飛機 空的旅行 空旅行 最大飛機 是大飛機 這是大飛機 對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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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來了 出來了 我們現在在機場 東京機場這邊 我們先去搭車 然後到市區去 現在我要先搭金城鐵路 金城電車到日暮里 日暮里 然後再從日暮里搭綠線 三手線 到池袋 再從池袋轉到追明町 總共三段 剛剛足值了五千塊 那我要到日暮里的話要一千零六十 走這一個金城線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月台了 現在就是要轉到八點十分才會有車 月台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已經到日暮里了 這叫尼寶里車站 那其實是可以站內轉乘 就是可以直接做三手線 但是因為肚子實在太餓了 先去找個吃的東西吧 吃這一家燒肉 應該還不錯吃吧 還沒吃一下 附近都沒什麼吃的 就只看到這一家就直接走起來 吃完了 哇 哇 哇 這邊的小店 好 那我們現在吃完飯 準備去 先去搭三手線 再搭到池袋 再轉車到追明町 哇 哇 東京的地鐵線實在是太複雜了 一堆線路 好像走這邊吧 這好像不是地鐵線齁 是一個叫西武直代線 這也是西武鐵道 太複雜了 我剛從那邊走過來走了半天 這好像不是地鐵線齁 這也是西武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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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複雜了 我剛從那邊走過來走了半天 是一個必須做慢車的車站 但是好像民宿至少就是 有車站就OK了 不一定要在什麼大站 那出來其實 有算是很方便 商店街啊這邊 全部都有 吃的 用的 藥妝店 也都有 我找到 他的 這個民宿的路口在這裡 然後他這個是用密碼 然後輸入密碼以後 你就可以 接進來 是這樣子 開個燈 燈開了 這很大間耶 這是六人房啊 雖然房子有點老舊 但是很大間 那這房子不一定是 這一個管理公司的 他們自己也有啦 但是這不一定是 就是你買的房子 你可以委託他們來管理 他們服務的範圍 你可以委託他來管理 那這裡 有這個 有廚房 然後有洗衣機 所以 你如果是很多人 全家人一起來的話 是比較方便 廁所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我最近 要訂東京的房子的時候 房間的時候 就發現這邊的房間好貴喔 那就 就是打聽了一下 有朋友有認識這個民宿管理業者 我明天早上會跟他們碰面 跟他們公司碰面 然後他手上也管理了一些房子 那我是跟他講說 那未來如果我們網友的房子 也可以一起管理嗎 是說如果在他可以服務的範圍內 就是東京很大嘛 你不能買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才叫人家去管理 這不可以 所以如果有些物件是可以用民宿管理業者 來做管理的話 那這樣其實是可以喔 但是房間這麼大 住起來有點怪怪的 嘿嘿嘿 好啦 那接下來這幾天我會在東京 拍攝一些新的房子給大家看 也不是新的房子 就是拍攝一些房子給大家看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要加入我們東京的賞物LINE群呢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喔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知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出國在外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地方 請教一下 大阪城的旁邊有有名的拉麵店 請看一看 大阪城旁邊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請嘗試這個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我可心的是 並歸